您之前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提到说未来您其实是想回归家庭 回归虽然有个回字但是它代表的是未来 可能未来几年或者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 但是回望过去的话 如果说其实有很多缺席的瞬间或者说遗憾的话 我们想想选取三个时间的话 您会想到哪几个时间或哪几个阶段您是觉得是有些遗憾的 你突然问这个问题我也想不起来 就是不管怎么样 我说首先还得感谢我的家人 就是说我经常就是变卦 就是他们非常容忍我 就是你又去干事业了 你本来说好了陪家里人多长时间你又去了又走了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我要感谢我的家人 他们就真的是尊重我 当然亏欠是亏欠了跟家人一起 快乐生活的时光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到时候了 该回去了 然后我很多朋友说 哎呀好久都没给你吃饭了 给你吃个饭可真够难的 所以他们都在等着我回去 能够大家开开心心的一起聊聊 能够共享这种友情啊 亲情啊 嗯 一会儿 好久不见 嗯 嗯 还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